Audio Jungle Audio Jungle 在加拿大、美国等地的民用枪械市场中,中国制枪械的口碑长期以来都是毁预参半的。 一方面,传统的56式半自动步枪仿苏SKS56式冲锋枪仿苏AKCQ系列步枪仿美AR系列价格便宜,皮实耐用,但另一方面,其人机攻较差,不利左手射击,需要大幅度改造才能装配现代改装件等问题,又限制了国产枪械的外销路,几乎抵消了其优点。 图为基本款QBZ-97自动步枪,其枪身右侧没有快骂机,对左撇子极不友好。 从上个世纪末以来,模块化的皮卡听你捣鬼,就取代了传统的烟尾槽和开孔,成为了枪械配件定位的主流选择。 大道如各种瞄准镜,榴弹发射器之类,极大增强枪械战斗力的大剑,小道如强光手电,足手器之类,改善射击体验的边边角角。 导鬼的出现意味着每个人都能调整配件的阵容、位置,以适应每个人天生不同的手感和需求。 但令人遗憾的是,QBZ-97虽然硬性指标不俗,但却就是没有出厂时安装的导鬼。 其硕大的提把和准星更是阻挡了定制化玩家安装导鬼的尝试。 图为更换了铝合金上机匣的T97、QBZ-97步枪,但这对于硬核玩家而言并不是难事。 很快,加拿大的一家小公司就推出了铝合金车制的模块化上机匣,替换了原版QBZ-97的整个上机匣。 这样一来,左侧抛壳会打到左撇子射手的脸,以及左侧没有快慢机,不利于左撇子射手射击的毛病。 虽然依旧没有改善,但QBZ-97的整体射击手感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善。 整个枪神顶部的导鬼也能够安装西方民用市场所流行的各种配件。 上图所示的高背景自然也不在话下。 图为使用左手按压枪管的马盖普法射击的民间玩家,注意其护目开口以及前抛的弹壳,但这显然还不够。 因为与此同时,西方民用市场的枪械设计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。 沉重的皮卡拼尼导鬼逐渐为更为轻便,也更加坚固的M-Log、KYMOD等新型导鬼系统所取代。 而新型战术枪托和马盖普射击法的出现,也使得无托枪械相较传统的AR系步枪越发失去竞争力。 换句话说,作为一支定位在现代步枪的产品,QBZ-97必须改进自身以适应市场需求,否则就只能沦为仓库里的滞销品。 图为T-97-GEN-2第二代步枪,注意枪托底部的快慢机。 幸运的是,我们很快就发现了北方工业,在加拿大市场上推陈出新,将第二代97式步枪推向民用销售市场。 而在这款改进型步枪上,我们可以惊喜地发现,单侧快慢机,单侧单侠扣,大体把大准星等,又土,又不利于人机功效的设计不见踪影。 甚至还在护目上方,设置了几个颇为时髦的K-MOD刀柜安装孔。 虽然在弹壳前抛这个问题,上仍旧没有改善,但相较被诟病的QBZ-97第二代97,俨然是预火重生了。 图为在海外军警民市场上都炙手可热的HK双雄,通过审视近些年来轻武器业界的小革命, 例如捣鬼和抑制器的换代和流行过程,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总结出一个结论。 这些技术难度不高的小改造,无不都是发端自民用市场,在其中卖得风生水起之后,才被各国军警批量采用。 换句话说,民用枪械市场就是军用技术的试验田,因此,北方工业出口枪械的是谁,也可以理解成为中国下一代单兵武器追赶世界先进设计的举措。 笔者相信,距离人机功效经验全场的下一代国产枪械现身,已经不会太远了。 历任的尊重内容,从尊重作者开始,转载,合作请私信